歡迎光臨冠社区 在這幾年在這支部局的補助金會 生日後日式照顧期待 提供康徵頭裡面 六十五歲以上的中價 一些生活不一樣的體驗 參加是秋作庫町跟新榮華東頂頂 因為華東豐富各得玩 是向很多中夥來參加 今年報名人數一口氣增加了獎金五十個人 維促社区是特別庫大辦理 中夥對著老鼠只是開始在坐著 熱功臨的壁點 這是國際盟空社区 在每禮拜的拜日 拜三以及拜五 都有豐富的確定來讓中夥參與 這次是要先到達做 暗門頭秋作雷水老鼠 來教大家做好看又好勝的壁點 請他們做一個水泥杯墊 那這個水泥杯墊 我的發想是 要讓他們全程都是自己動手做 然後運用手指頭 所以我們這個的水泥 我們不是用一般用攪拌的 是用夾鏈帶勤 他們一直動手做做做做做 做到 手指頭感覺到有熱熱的時候 灌到模具裡面 再待一個小時之後成型 然後這個東西呢 我設計的概念是 他們可以當杯墊 也可以放零錢 也可以放出門常用的鑰匙圈 那上面這個memo夾呢 還可以讓他們 對家裡的這個長輩啊 或是說小朋友做一個留言 雲林國慶莫橫社区 在今年拿到水保救的補助金會 來新立電視的照顧基地 提供在中頭裡面 到15歲以上的中部來上課 今年因為參加的當初 相當擁有增加到獎金五輩人 他們措施隔斑百里 因為我們從去年那個水保局的 綠色照顧活動開辦以後啦 那村內的長者反應非常的熱烈嘛 那參與的人數很多 那今年呢 因為第二年舉辦 那我們報名的時候就達到四五十個人 那我們覺得說那這樣 為了確保上課的品質啦 所以我們就在開第二個班次這樣 參中也表示那是有中部的 想要來做上課 參與合試 尚庫是相當的歡迎 社區也是零拒絕嘛 就是 只要有意願的長者 都歡迎 迎來參加社區所有的活動 透過客廳的辦理 以後中部的黨都怕出口活動 以及和人交流 相信在社區的努力之下 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快樂的露燃生活 記者聽破音 參觀播得